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然后 这位欧洲读书人和传统基督教神学的关系会比较暧昧 虽然他或者是真心或者是虚情假意的仍然在名义上福音基督教 但他要么认为基督教只是骗骗普罗大众让他们遵纪守法的工具 要么就认为过去的基督教都说错了 他需要说出一套新的神学来支撑欧洲社会 他也许羡慕过东方的中国 能够在不需要神的情况下维持良好的礼法秩序 他的日常活动多数时候是去参加各种沙龙 讨论各种学问 天南海北无所不谈 18世纪的欧洲虽然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各种思想革命 但国王 诸侯 教士占主导的统治结构并未受到明显冲击 所谓城市 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还十分弱小 欧洲似乎还在等待什么 于是 在18世纪末 1789年 法国爆发了大革命 直接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 建立了共和国 这个据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 也才一百年出头 牛顿当然可以自由地在自然哲学领域发表作品 掀起《科学革命》 但政治和社会革命则需要长时期的孕育 而18世纪则是这个孕育发生的主要时期 我们把18世纪称为启蒙的时代 不过 现在有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讲 18世纪的启蒙和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并非直接促进那么简单 当然 细致的历史研究是必要的 而且是必须的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 法国大革命张扬的理念 现在公民之间的自由 平等 博爱 这些确实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而后来的欧洲社会乃至现在的全世界 没有一个不受启蒙运动理念或意识形态的影响 说18世纪是启蒙的时代 那么什么是启蒙呢 如果从中文的字面意思来看 启蒙启蒙 开启蒙魅 意味着让处于蒙魅状态的人和团体脱离蒙魅状态 进入更高的某种状态 启蒙的英文单词是enlightenment 字面意识上是看是有给光的意思 这意味着要让某种光照耀某些蒙魅的人 而这种光在18世纪被称为理性之光 所以18世纪启蒙的时代也经常被称为理性的时代 在18世纪快结束的时候 欧洲的哲学家觉得有必要对整个世纪做一个反思 康德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1784年写出了著名的篇章 什么是启蒙 为整个18世纪做了一个总结 在这篇文章一开头 康德开宗名义为何为启蒙下了一个定义 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 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 造成它的原因并非人们缺乏理性 而是在无人指导之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 因此启蒙的口号就是勇于智慧 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 按照康德的理解 启蒙运动就是要求一个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 敢于在不依靠权威的基础上追求智慧 启蒙要求一个人不依靠权威进行理性思考 很明显启蒙运动有一个明确的敌人 那就是启示宗教 及其背后的支持性社会建制 这就是过去的权威 在18世纪 启蒙责任中当然有无神论者 但很难说其中多数都已经抛弃了基督教信仰 像康德这样的伟大责任 他们会认为自己不需要基督教 但普罗大众由于理性能力低下 基督教对于维系他们的道德水准还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启蒙运动往往会注意保住基督教中社会化的道德教化部分 但对其中大量看起来荒谬的说法不以为然 和启示宗教相反 理性精神的最好代表是科学或者说哲学 在这里我们注意一点 虽然我们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 但把它用在描述18世纪的知识或知识活动上时 却要小心 那个时候科学这个现代概念准确的讲还没有成型 我们讲18世纪的科学 指的是18世纪和现在科学内容相似或有联系的部分 不过和目睹了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17世纪比起来 18世纪的科学发展中没有这样的惊人作品 但是18世纪却有自己的特点 经过16 17世纪两个世纪的准备 科学研究的方法已经基本稳定下来 大家都愿意排除启示宗教的干扰去思考科学问题 同时18世纪的欧洲已经经历了地理大发现 这样一来学者们可以搜集到的经验材料也是爆炸性增长 这样一来虽然18世纪在科学理论方面可能只是对之前牛顿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 但在事实和数据搜集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 这些也为19世纪的各种理论突破准备了条件 我们知道18世纪仍然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所谓科学 和之前的世纪一样 现在的科学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 但是不能完全对应 这里不能完全对应的原因是 自然哲学主要是指一些体系性的研究自然的推理性知识 它不包括一些对于单个具体事物的描述和观察 后者在当时叫做博物学 大家注意这里的博物学不只针对有生命的个体 也针对很多无生命的个体 在18世纪很难说在自然哲学方面 也就是科学的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学者们都没有放弃建立体系性哲学的努力 各种关于个体的经验知识的大爆炸也没有吓倒他们 不过这些关于个体的经验性知识需要一些分门别类 这就需要18世纪出现一些百科全书的做法 所以历史学家Richard Yew 在一篇中述性文章中注意到了 现在学界对于启蒙时期看起来互相矛盾的论述 历史学家Norman Hampson在自己的启蒙文化史中说18世纪的学者把知识当做一个整体 而不仅仅是把相互独立的部分集合起来 而科学史家Thomas Hankins在《科学与启蒙》这本书中讲 启蒙运动诞生了一些新的学科 这可能是他对科学的现代化的最大贡献 这两个现象其实并不矛盾 一方面启蒙时代出现了知识大爆炸 另一方面哲学家们仍然想把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 好了 这一小节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